謝謝 謝謝 很高興啦 大家在這邊見面 來關心一下 了解台灣的政治的主權地位 感謝大家有來 我題目是 法理思考下的閒聊 法理思考 思考啦 人為什麼跟動物不一樣 思考一下嘛 就是思考啊 三重吃飽就好了 對不對 有人說 我們不用不要理政治 沒貪沒貪吃 還是說 跟我們無關 我們三重吃飽就好了 其實這不對啦 這是不對的 一般來講 什麼是 什麼是政治啦 什麼是法治啦 其實有很多的界點 界限我們要清楚 可是台灣管理當局 都沒有幫我們教 今天我們就是 要來講這些事情 大家清楚 大家頭腦清楚以後 看新聞啊 或是看一些報章雜誌 你才會 看出另外真實的一面 今天我們來問解講 我們來問講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不知道嘛 知道 我都不知道嘛 什麼是台灣民政府 這就要講 剛剛你們上課那個 有個秘書長嘛 剛剛講課那個 那個人很奇怪 他發覺 他就莫名叫去告美國 結果 美國人齁 接受的告訴 他來看法是說 每次台灣說 台灣要獨立 台灣要公投 台灣說要走出國際社會 可是 往往都是美國出來說 台灣不可以獨立 台灣不可以公投 獨立代表戰爭 有嗎 很有名嘛 都比別人說的喔 那我們想說 奇怪 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啊 他們號稱是民主的堡壘喔 勝於是大陸頭的嘛 民主嘛 可是為什麼 每次我們台灣人說 要追求民主啦 公投啦 自憲啦 是怎麼樣 美國都出來說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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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明明說他自由民主 我們台灣要爭取自由民主 就是他說不行 而且 反應 反應就比 那個阿公啊 反應更激烈 怎麼他一直阻擋台灣人要做這些事情 就是剛剛講 有個法國的人 還是他很厲害的 好像有點像天命一樣 他就去告美國 美國的法院 接受說 接受我們的告訴 他就告美國說 為什麼美國不給美國 對台灣人權 台灣人權 到底在哪裡 我們追求民主 自由的社會 這個環境 竟然美國 帶頭反對 對吧 他依靠我們人權 美國的司法 因為司法院 因為地方委員 他們接受我們的告訴 結果一告訴 有誠意很 因為自己會怕到 為什麼 就好像說 一個英國人 台灣人跑去法國 告訴說 法國政府 沒有給英國人 人權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們兩個比較一下 法國人 走去英國 英國人沒有法國人權 搞這個 不搭 台灣人就有一個法國 真的去告這個 美國政府 美國司法部門 接受我們的告訴 民主 好像有關聯 阿 然後就慢慢的訴訟 往來的 辯論庭開 開到最後 慢慢的一直 地盤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都有很多的結果出來 他們美國不得不承認說 他們還在軍事佔領台灣中 原來就是軍事佔領台灣中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美國就有佔領過台灣 請蔣介石集團 請蔣介石集團 來分配佔領台灣 中華民國並不是來 來光復的啦 他把我們騙而已 他們是騙我們的 因為戰爭結束 並不是說 投降就結束了 你們知道意思嗎 戰爭要宣告 戰爭要公告周知 結束戰爭狀況要怎樣 要有合約 來擬定 好像說 我跟他發生車禍 有了爭執 就自己來回了 回後要寫什麼 要寫一個和解書 擬定說是誰 誰要賠誰要怎樣 有的合約書就是 叫警察來扭扭 自己來和解書 那才會結束那個狀態 需要一個合約 來結束戰爭的狀態 可是 他來說 佔領台灣中 從來沒有宣佈結束佔領 就像 美國的司法部門他說 他承認啊 美國還繼續佔領台灣中 這樣的話 民事長就說 那我們有什麼權利 他還繼續佔領台灣喔 那很特殊的狀況喔 不怪一直叫我們說 不用公投也不用獨立嘛 對不對 那台灣有什麼 他有什麼權利可以 可以伸張 他就說 那好啊 那台灣人就讓你們自治 成立一個什麼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這樣來 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上面有一個長官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是民政府 美國也成立一個軍政府 什麼叫軍政府你知道嗎 這就都 我講而已自己都了解 美國在那個戰爭的狀態下 像跟伊拉赫打仗 跟伊拉赫打仗 跟伊拉赫打仗就是因為 他們兩個政府之間的政見 還是意見相左 還是說他的政策相衝突 發動戰爭 但是喔 發動戰爭是 推翻對方的武力 勢力跟政權 但是不是要殺害 對方伊拉克的人民百姓喔 他是要把他的軍隊 還到武力摧毀 政權推翻 不是要殺他們的平民百姓 所以怎樣 就有很多狀況出來了 美國人去戰伊拉克伊拉 伊拉克蘇嘛 他有逃兵 你知道嗎 他有逃兵喔 我逃兵當然 阿兵哥有槍嘛 有武力嘛 有刀啊 有槍 甚至還有手榴彈 他四處逃逸 他 他的槍逃兵喔 因為除非是被人家抓去嘛 佔領俘虜嘛 逃兵的時候 他會不會肚子餓 他會肚子餓喔 軍人會肚子餓嘛 阿剛好他身上有槍 欸 他就可以怎樣 跑去你家 搶你的糧食 他肚子餓阿 他會要生存阿 他肚子餓阿 他肚子餓阿 給你搶劫 搶你的財產 甚至說怎樣 搶包婦女 那造成什麼 那個地方 伊拉克社會很大的混亂 變成說 他的逃兵 他的一些問題發生 阿他是 講回國際法是說 戰爭是 不可以殺平民百姓嘛 那美國要怎麼辦 他就成一個軍事政府 維持自方上的治安 維持 那些佔領區人民 那些治安 應付借的 那逃兵阿 殺阿 一些混亂阿 甚至他們還會消禁 維持那邊的治安 甚至說 在第二次世界戰爭的時候 美國人 有佔領日本慶寧 1945年宣佈嘛 宣佈投降 然後1952年的7 那個9月2號來佔領 然後他在1952年的4月28號簽訂 舊軍合約以後 他才離開 所以1945到1952都要7年 美國人這7年的時間 他有維持日本的治安 像說 美國人在戰爭期間 他們有用炸彈炸那個很多的日本的都市 他把 用遺燒彈 就是那個炸彈炸效會燒 燒那個建築物 剛好日本的房子都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就把他燒坪了 你知不知道 一裡轟炸嘛 當然這個事後是有人在 檢討 美國人也自己在檢討說 他們這樣是不能到 他們就投降以後 房子都燒光了你知道嗎 燒光了之後就怎麼辦 有個問題產生了 他來佔領1號 9月2號來佔領1號 以後9月以後的佔領1號 日本維度很高 9月以後 11、12、2、3個月就冬天了 天氣很冷耶 會冷死你知道嗎 冬天會冷死 所以說美國人有沒有來支助他們 有 他們在房子燒的時候 連倉庫啦 米啦 糧食啦 都有沒有燒光 也有耶 所以美國人也拿大批物資來支助 養活日本人 在佔領期間 所以美國人有在做 符合戰爭法 國際法的事情 他佔領區 他照顧佔領區人民的 生計 把握他們 我們就是佔領區的人民 你們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怎樣 我們不用當兵 很大的區別 我們不用當兵 誰要不用當兵 因為我是佔領區啊 我幫你检開啊 我怎麼可以還有新的武力來 讓你成立 還是說 我叫你來當我的炮灰 我的馬前竹 就是你拿著做兵 然後把他們往前衝的時候 都是 你往前面你知道嗎 你是替死鬼你知道嗎 像18世紀以前 像中國有沒有 國共內戰有沒有 他們如果兵不夠 他們都會抓軍 拉十幾歲小孩子來當軍的 有沒有 補充兵員嘛 那個不可以的 在國際黨 佔領區人民 不可以當兵 你不可以叫他們 去當軍夫 去做炮灰 去做 做替死鬼 還是說你 你也不可以 讓他地方有個軍隊 然後來反對你 然後武力的對抗你 佔領區人民 大概只能做什麼 有一個為安的力量 就是警力 你知道嗎 警力啊 所以美國 美國 他有限制 有照國際法來講 像 日本 已經到現在還沒有軍隊 有自衛隊 他就是被人家限制度 好 我講回來 有了軍事政府或維持 軍事佔領區 軍事佔領區的人民的 安全 治安 社會的維持 但是就會有一些問題發生了 有什麼問題就是說 你們兩個結婚了 有爭執 還是我跟你買賣房子 有了衝突 還是說我跟你做生意 合約上有問題 就爭執了 美國人 不會講伊拉克話 你知道意思嗎 不會講 像說他以美伊戰爭 然後佔領伊拉克以後 很多事情 以民事也是該運作啊 摩買賣啦 商業行為啦 很多的衝突 有些 有些糾紛 他聽不懂伊拉克話 也不懂他們的 風俗民情 搞不好 以伊拉克 總統有一個女朋友 那我聽了她講的 搞不好他就可以再婚啊 我們是一夫一妻子 很多風俗習慣 美軍完全不懂 他一些民事糾紛 或是說我養的賣給你 只要要換幾棟房子 或是說我多少多少 有些爭執點的話就需要誰 伊拉克人民才懂 那些民事也不折 因為他是外國人 所以就變成要捏什麼人 捏本地的人民同風俗習慣民情都折 來做一個民事政府 解決民間的糾紛 民間的事情 商業行為 或是說一些負政 低政 不然美國人看伊拉克人大概都差不多 就好像我們看肚子眼睛滑滑滑 美國人看台灣人差不多看不太出來 除非他看習慣 很多事情你們知道意思嗎 就來做這個 這個民事政府就成立 這個社會事實上就會怎樣 這個社會才會穩定 因為他負責他們人民吃飽了 車煮了 維持社會治安穩定 這老百姓很穩定以後 然後又可以開始運作買賣 那些規定 這個社會就 運作就會繼續維持 也完善 所以為什麼要成立軍政府 因為戰亂 為什麼要成立民事的事情 因為民事的事情 軍政府並不懂 也不了解 除了說他知道我們風俗習慣什麼 到最後就是請民政務出來 以一般來講 軍事占領不怎樣 不能轉移主權 你們聽過這句話嗎 對對對 你們是初級班 我講一下好了 軍事占領不能移轉主權 意思是說 不可以吞併 現在的戰爭 發生戰爭 不可以吞併 敵對方的土地 在十八世紀 在十八世紀 拿破崙戰爭 拿破崙他當皇帝 他虛捲歐洲 他到了這個地方 到了比利時 到德國 然後戰營以後 他是在那個 俄國的法庭那邊失敗 他到那個地方 法國皇帝 拿破崙到那邊 贏了以後 就把他吞併起來 吞併起來 吞併起來喔 這樣問題發生了 這樣的話 那些人就覺得說 每次 有一個強盛的國家出現以後 他要繼續強盛嘛 他要支援 他要市場 我就去打別國家 然後把他 戰爭贏的 把他站起來以後 這是土地我的 我就有市場 我就有支援 到最後呢 每個強國就 越來越強 就會一直吞併啦 戰事不斷啦 我是皇室 我是英國女王 我的土地變成戰了 我等油招一日 我要把他打回來 戰事會有點不斷啦 以現在眼光來看 現在是美國 跟蘇聯最強嘛 如果 戰爭可以移轉主權的話 那變成怎樣 美國人很強嘛 發動戰士 就把伊克勒站起來以後 伊拉克的土地 全部都是美國人的 美國人的啦 那是美國人 又有個土地 全世界搞不好 都要剩兩個國家 美國跟蘇聯 他們最強嘛 他都發動戰爭 就用這個手段 奪取人家的土地 奪取人家的資源嘛 我要再擴張嘛 所以在拿破人戰爭以後 一些歐洲先進國家就默認 就是 有定一個公約就是說 你發生戰爭不可以 轉換你的賭權 被這國家也不承認 你把他抖 你要行 結束以後要回來 反而像美國 打了伊拉克 他並沒有把伊拉克 當作他的領地 他久了以後 一段期間 他就離開伊拉克 有沒有 有 所以國際上的法 他們都有在做 台灣也不知道 講回來 美國公宅伊拉克 他並不能完全 擁有他的主權以後 那發生一個事情 他要離開啊 可是他離開以後 他並不是說 要去屠殺人民嘛 對嗎 像前陣子 在打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他說 他用炸彈炸物 炸了學校 炸死婦女 搭取兒童 那罪很大喔 犯了戰爭罪 我看 你到我看法不一樣 衝出衝突 然後才發動戰爭 那我佔領你以後 然後你聽我的話 然後我就以 我這樣怎樣 我要讓他離開以後要組織一個政府出來 要給伊拉克還原回來 那他要找誰 他就是找民政府的人 他就找伊拉克民政府 因為他是伊拉克本地人嘛 他是他選的 他找的 他們是怎樣 親美派啦 親善對美國人比較友善的那一派的人 來當民政府嘛 我總不會說叫一個反對 反美很高張的人來做民政府 然後他以後變成一個政府 伊拉克現在的政府以後 然後又起來跟我反對 然後又要發生戰爭 那戰爭永遠打不完嘛 對吧 我一定是跟我意見好一點的耶 我一定是跟我意見好一點的耶 意見比較一樣的 然後來做伊拉克政府嘛 就叫民政府 還茁壯一樣來做民政府 所以說為什麼要有民政府 為什麼要有軍政府 其實因為就是美國承認我們是他的怎樣 占領區啦 占領區 占領區 占領區怎麼脫離 台灣說我們要公投 我們要獨立 我們要自治 那我就 現階段的就是 喔 那個嘛 日俗美戰 那是我們去美國 參加酒會 美國人聽我們 叫民政府看 左邊就是那個二重橋 日本皇宮的入口 我 我有去過 我有進去皇宮裡面 去年的時候 那邊就是歐巴馬 跟他們沒有的宣誓 有沒有 美國人就送我們兩個這個圖 看了 日本皇宮跟美國總統 他就知道了 他認同了 日俗 其實我們日本人 我們二次世界戰 台灣人是日本人 你也知道嗎 是日本人喔 是日本人喔 以前我們阿公阿祖 我們爸爸媽媽 也要說日本話 日本四代 對 日本四代嘛 對 日本四代的時候 他不是說今天說日本話 你就今天就要說 你知道嗎 要學一段時間 要教育 對不對 他內地延伸 你知道嗎 他說你叫我做我的國民 你就要說我日本話 你要說你的風俗習慣 你什麼什麼 適合我教育 你對我效忠 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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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在教育台灣 跟建設台灣 他們是長久在做 他們自台五十年 台灣的鐵路 縱觀線 發電廠 其實他們都 都很漂亮 大致上都建構完成了 我們說回來 我們現在民政府 他就說民政府 一定是軍事政府 對抗的那個家 那個國家 會找一個親美派的 其實我們就是親美派的團體 美國人 美國人當初就說 民主黨說 你們台灣人 我到底 要什麼 我們要自由民主 我們要自治 我們要把中華民國趕走 我們要自己自治 如果不能獨立的話 美國人說 好啊 如果你們要獨立 那OK啊 請你把台灣人找出來 你們是台灣人嗎 你們不是喔 你知道嗎 有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你給我手一下好不好 沒有啦 有兩個有 我知道 還是兩個沒有 因為兩個應該有啦 因為我太太生氣了 都叫中華民國 你的國民身份證極多 中華民國 四個字 你好像是中華民國 你的錢 拿出來 就是這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你拍謝若有沒有 你拍謝若 就看到謝若這支那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外國人你看他看幾部 美國人都看什麼就知道你是中國人 你拿就是中國人 外國人都認同你中國人 我中華民國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一些人的看法 他把你來講 我們是前朝的餘孽 前朝 前面的前 你知道嗎?餘孽聽到嗎? 那是正常說 明朝亡了 清朝在當政 可是就是有一堆的小小的一些人 不服從我清朝的管理 然後跑到海外 一個叫什麼 廈門台灣的在那邊作亂 對吧? 哇!前朝嘛 可是這個東西會怎樣? 所以時間慢慢的會怎樣? 會平定掉 這個很像我們台灣喔 那裡的中華民國的人 他們不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 討難來台灣 然後說要怎樣? 反共抗惡 有沒有? 反共大陸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 現在秦中有沒有? 現在在拒 怕共嘛 對嗎? 對啦 對啦 那就是什麼? 其實他們是中國人 他們是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是白寶 你知道嗎? 像 欸? 有一個沈靖德啦 不過他也是 跟他們沒有關係啦 不過我也尊敬他 他沈靖德教授 他說消失的頻譜族人 在國外齁 荷蘭啦 西班牙啦 葡萄牙 他們都有來台灣過 他們都有訴說台灣的情形 只是台灣人不知道 他們說台灣 沿海住的都是什麼? 頻譜族人 喔 有很多啊 想 阿佛莎啦 還是什麼 西拉牙啦 還是什麼 小明 那些凱達達蘭 大道有凱達蘭 啊 跟什麼 聚併歡 什麼 很多族 只是我們被同化而已啦 我們都不知道啦 我們講回來 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們有 我們是 我們是民間務 啊 啊 上面就是軍事政府 軍事上面是誰? 就是美國國防部 喔 不是美國的國務院喔 我們不是美國國會 我們是直屬美國 國防部官 美國國防部聽誰的話 就國防部上面的頭頭是誰 不是 欸對啦 白宮是啦 啊白宮是一個 是行政體系啦 其實就是美國總統啦 美國總統 所以美國總統只要宣佈說台灣 不再佔領 解放台灣 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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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佈結束佔領 我們就自由啦 嗯 不過 不是那麼簡單啦 當初1972年 是 歐領阿華 你知道嗎 歐領阿華的人民齁 日本的九州四國 本州跟北海道喔 裡面幾個大島 被美國佔了七年以後 回歸嘛齁 離開 欠了舊金三合約以後 他們就離開 三個月 就九十天要回 要離開 日本嘛 啊但是很奇怪喔 歐領阿華 美軍比較低 他今天不 CT 至少 不知道喔 他沒有 在那邊沒有結束占領 那邊沒有結束佔領 暫了 日前 只佔了二十年 直到一九七二年 1972年喔齁 他們才讓他回去 求黃安協定 簽簽的 美國人跟日本節目簽簽簽 還配整一億兩千萬 在一九七七七齡年代的時候 三一年兩千萬是很多的錢 可是日本也是 因為韓戰 因為越戰的關係 美國有扶植日本的經濟起來 日本也願意花這些錢 把河京奈娃要回來 所以就 琉球環就寫定了 就下了 寫了以後就 他就回來了 到現在為止還有一個地方還沒有返還 就是我們台灣 因為我剛才講的就是美國總統要宣佈結束佔領 台灣從來沒有宣佈結束佔領過 這外的土地 美國總統完全沒有宣佈過 我們這個還是佔領區 美國人知道 外國人知道 只有台灣人不知道 你知道嗎 請說 中華民國台灣管理長局 台灣管理長局就很奇怪 一天到晚就跟著台灣島內的人 台灣島內的人 我們是獨立民主自由國家 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有建交 我們有怎麼樣講 講一大堆 但是很奇怪 他跟日本 不是用大使館的 用什麼 日本交流協會 什麼文化交流協會 還是跟澳洲 還是跟英國做什麼 商務代表處 還是什麼處 很奇怪 都不是用國家的名字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都不是用國家 台灣人都不想 為什麼他不用國家的名字 為什麼他不用國家的名字 都用什麼 商務處 代表處 還是工業 什麼 還是文化交流協會 什麼一條阿三不如 因為他覺得不承認他 你知道嗎 大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這個東西 因為他是什麼 流行政府 是死去的阿 他是流行政府喔 可是他很 他就回到台灣以後 就騙台灣人 我們是獨立的國家 主權獨立自主 我們建交 都用一種金錢外交 跟中南美中 還是非洲小國家建交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 可是在島內都是 在台灣都是這樣 把我們騙 你知道嗎 可是去國外 根本就中華民國 這個用不出力了 這是事實阿 我們只是說 沒有聯想在一起阿 我們要聯想起來說 好阿 不然我講一個實力 自己聽 自己有看 有這個感受 就是說 國際的奧運會 算國際最大的 大到很怕死人 你知道嗎 怎麼說 我說給你聽 你會感受一下 為什麼我們國際 為什麼我們國際 是那個五顆 五顆那什麼 圓圈圈 把我們國際改掉 對吧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國際不是代表國家嗎 國際不是個主權的象徵嗎 我們參加一個運動會 我們參加一個運動會 奧運是最大的 好了啦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參加奧運會 他們是私自更改 我們的國際 把它五個圈圈 有經過你們同意嗎 中華民國的子民們 你們同意過 沒有啊 一邊 哇 他很大到很阿公 說把我們國際改掉 是不是變成這樣 哇 我們都很激動 得到奧運金牌 升上美國國旗 唱到他們國旗 大家激動的流眼淚 如果有一天 陳怡安 他如果才先踢了第一名 突然間升上了 升上那什麼棋子 那無色塞 然後升中華台北 然後唱那什麼國旗歌 不是國歌 欸 你不覺得 欸 好像在哪裡一直 我們都很委屈 在氣氛 氣氛這樣 紛紛不平 然後私底下 在背著那個青天白熱車連牌 都跟他們招操場 招會場 在表達我們的康圓怎麼樣 欸 這不是在說 在數落中華民國 台灣國安當局 其實這個至關什麼 我們的主權 我們知道嗎 我們主權是沒有的 你知道嗎 那是虛的 台灣國安當局 包括外殿 都說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 那叫做什麼 台灣管理當局 台灣管理是怎麼來的 你去看 台灣上網站 你去打 那個叫什麼 美國在台協會嘛 它有一個官網 你只要點上去 你打 你Google一下 台灣在台協會 我的AIT 你看 右邊的 title那 有一個法案 你記一記下去 那就出來了 有什麼 什麼 三個法案啊 其中一個叫做 台灣關係法 你按下去 他們官方有翻譯中文 台灣關係法 他就說 他跟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但就是不承認他是國家 他繼續跟他有 維持商業關係 他自認給台灣關係法 但是他不能稱國家 他就把他稱過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當局 讓你去看 不是我們亂講喔 不是亂講 這有所本啊 因為這個都我在錄影 你都可以網上 你回家以後 你可以再上網 YouTube再重看 都可以 這不能亂講 你去看他的 台灣關係法 裡面 他是稱 中華民國為台灣 治理當局 美國人給他的 欸 台灣關係法 有什麼 這麼大的權力 然後台灣關係法 是法律嘛 一般人說 我們跟別的國家 制定法律 應該是說 你出一個官員 我出一個官員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來 好好的談下 合約 好好的談下 法案 我們再來簽例嘛 可是你 你 比較多的 有印象嘛 中美斷交 就是 就是 台美斷交的時候 那 莫名其妙 就跑一個台灣關係 當局出來 從來沒有聽過 中華民國派什麼 外交官 派什麼代表 去簽約 去核約 沒有 你看啊 台灣關係法 是怎麼產生 是美國的 參院跟中院 通過以後 就產生了 沒有經過台灣人的同意喔 你們知道嗎 所以他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國內法 美國人用他們的國內法 在管台灣 你們知道嗎 這個都可以上碗查 不能騙人 也不能亂講 我們想一下 奇怪 我們到底有什麼身份 我們人身部 人家說 怎麼就怎麼樣 出一個法律 把我們管 我們就把我們管 所以我們台灣人要 要刑起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美國軍事 在這裡 USMG United State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國軍事政府 把我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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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在管我們 我們要想 中華民國 只是台灣管理當局 是代為管理而已 代為管理 所以我們一天 跟我們說民進黨的 或是說愛台灣的 我們前輩們 都去總統府 遊行 幾十萬啊 怎麼 中華民國的馬英雄總統 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啦 中華民國總統 每次我們去 抗議什麼 還是什麼 常常我就 看著新聞說 馬英雄那天出去視察 我們去抗議他去視察 還是說我們去抗議他去游泳 有沒有 好像 不管台灣人 不當一回事 原來 原來他只是代理者而已 真的 真的有 有 摸有一個黑手 是他的主人 他們的主人 我們不知道 就是那個 要什麼 魔物一中啦 就是美國人啦 剛好就是那個 我剛剛講的 有一個秘書長 抗議法國的人 把這個真相挖出來 今天才會有這個民政府 我們才能 台灣人這邊上課 為什麼要上課 因為我們要接掌政權 要把台灣人怎麼 找回來 說台灣人要關台灣 好啊 不然你台灣人找出來 說台灣人 起來美國人吐槽 不然你證據拿出來 你證書 證明出來 找不到 都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全身上下證件 全身上拿出來 只能證明你是中華民國人 美國人笑笑說 好啦 我幫你印身份證 你把台灣人 我來印身份證 所以我們 民政府身份證 是美國人幫我們印的 搬那個也是 搬那個也是 也是要找回 你的真正身份 搬新聞證 新聞證很重要 等一下我會講為什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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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到什麼很重要 我們不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 有人不知道嗎 我們組織就是 從中國來的 我們什麼人 從中國來的 我們什麼 我們是地區代的 是不是都會這樣說 我剛好講說 有愛台灣人說 平埔族 明明荷蘭人 很多的國家都有描述 台灣平埔族是佔三百多萬人 像那個日治時代 他那個有個新聞 有個那個報紙有看說 日治時代他 平埔族的 熟翻 生翻 熟翻 對 你會看過日治時代的那個 戶籍成本 熟翻生翻 你知道嗎 我們都是熟翻 我們都是翻 你知道嗎 有些福建福 有些廣 其實你不是中國人 你知道意思嗎 你是平埔族 但是已經忘記族語 被漢化了 忘記 忘記你的 你像說你那個 西亞六族的人 你不會說西亞六族的話 但是你會講 被他漢化 會講福建話 你會講福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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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寫福 而且你是什麼 你是收翻裡面 忘記族語了 因為日本人 我會講 其實我們不是中國人 美國人 做台灣的副籍 寫得很清楚 很完整 甚至說 女孩子有 綁腳 蠶足 那個都有寫 你有沒有吸鴉片 那個有寫 那個都有寫 那個都有寫 有看過的人 都會很清楚 你是 你是生兒生兒 你是小孩 你是國際的 他寫得一清二楚 他們建立這個是 要真正建立 台灣的人口數 跟他做一下統計 所以他沒有政治的色彩 也沒有那個前提 因為那個地方是一貫的 所以你現在福建廣東 就有人 跳不出那個名字 我日本時代 福吉塘本寫福跟廣 其實錯了 如果我是日本人 我要做福吉塘本 你中國人的話 他們會寫漢 或寫漢 或寫漢 你知道嗎 你中國人 你外國人 你外國人 我就寫 那時候他們 日本是寫漢 寫漢 或者寫漢 會漢 會漢 這兩個字 因為你是中國人 你中國人 我自己寫中國人 就好 不用你寫 你是中國人的福建 或是中國人的廣東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說 我辦身份證 很少看到說 有那個寫漢的 寫漢的 寫漢的 你們不是 你們不是中國人 如果我們要看 日治時代的福吉塘本 就以日治時代 那個時光的 那個時間點 去讀回來 他甚至也 他甚至也有寫什麼 他寫內 就寫內地人 日治時代的那個內地人 是什麼意思 我們今天說 我是從內地回來 怎樣怎樣怎樣 那就是中國人 說他內地 從中國 回來 那那個時間點 時間的 觀念 說內地人是 什麼 就是日本人 從內地過來 內地就是日本人 在那個時間點 平埔族首帆 是300多萬人 大正年代的那個 升班 就是高砂族 會出炒的 比較兇漢的 剛才高砂族 抬到沙口的那個 他們是差不多 幾萬人 那個報告有下載 那個就有資料 我有看過 我高級班 三課有把它拿出來 秀給大家看 那時候的中國人 一萬多人 一萬七千多人 所以你是中國人 指數嗎 不是 你是平埔族 大部分都是平埔族的人 頂多你是漢話 然後不會講平埔話的 符或是廣 你如果贏到族語 你就瞎熟翻了 你瞎熟翻 那高砂族 他們也瞎升翻 所以有的 看著主播公的 我中國什麼 一看 哇 升翻 傻了 被洗腦了 你知道嗎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中華民國 他 他就是管了台灣 管了七十年了 他報告就是這樣給你演 你知道嗎 報告這樣下 電視怎麼演 社論這樣下 工程也這樣加 你知道嗎 你不用公義了 你都忘了你是 你是什麼人了 你是平埔族 如果你是平埔族的人 你的右外側 小拇指 你的指甲是分岔的 大部分都是喔 像今天有切斷 你看看有一個小痕跡 你就是平埔族的人 你的這裡 你就是平埔族的人 你的表證 我就是想到 你不是一個人 有一個人 不要 你被人 你別想看 你平埔族的人 你別想看 你是不是 擁有兩個人 你都要看 你不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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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 你不是一個人 我們講一下齁 如果我們的好朋友還是親親五十 我們會不會因為說 一些意見相助 或是說我們意見不會 王家可能會大打出手 可能會啦 但是會拿刀子拿槍 不會嘛齁 有差嘛 我們自己人親親五十 我們的朋友嘛 但是很奇怪喔 中華民國阿桑他們起來 1947年2月28號的時候 怎麼奇怪 要問一個茶器試驗 可能茶器試驗 比較那個大家不 像製作打死一個人 大家就起了暴亂嘛齁 他們講的 教科書講起了暴亂 起了暴亂以後 怎麼他們開槍掃射我們 我們是平民百姓耶 你們有想過嗎 我們是平民百姓耶 我們 因為發生了一些事情嘛 茶器那個林江麥嘛齁 茶器試驗嘛 可能比較激烈 然後把他打來 撈火 旁邊的人就打不過 出聲 他可能把他撐起來 要把他制止 搞不好槍支都打死他嘛 大家就開始 挖過來就 就衝突了嘛 那個其實一個社會現象啦 等一下如果有空 我就講社會現象 打了以後 明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 為什麼 一點小事情他要開槍掃射我們 不是平民嗎 不是親戚嗎 不是都是中國人嗎 你有想過嗎 其實我們不是同種人啦 他是佔領者啦 我們是被佔領者啦 他待會兒關於我們而已啦 我們想不到啦 我們想說 我就 時常我每次都跟人說 我在社會上看那個 很粗糙的電影 就是外星人 火星人來地球 然後拿個時光槍一直在 看到地球人 就把他殺死殺死 然後邊殺 邊用廣播說 地球人 我們是朋友 不要跑啦 不要跑啦 地球回來啦 然後時光槍一直在射 邊射啊邊地球 我們是朋友 請你不要離開 地球回來啦回來 然後待會兒 他們有不懂的出來 就被他打死了 這個情節就很像 你知道嗎 台灣人我們是同胞 台灣人出來了 台灣人啊 你做什麼就把你打死打死 他有統治者心態 高你一等的方式在統治 這其實有點怪美國啦 但是也怪台灣自己 不懂國際法啦 因為佔領者的意志就是法律 他給你佔領 叫你做什麼 你來做什麼 更不用說話 更不用提說 你還要說要公投 要獨立要多 你知道意思嗎 好 走回來 如果說我們為什麼不懂 戰爭法說是佔領者 那沒有關係啊 中國 中國人說 我就是不服從我的管教 不弘者 我的佔領 然後 然後我就開槍啊 這個講法 可能會講得過喔 我不會騙你 如果美國 以後美國面對這方面 可能也是推給中華民國 台灣管理當局的人 以後可能也會這樣 但是齁 沒關係啦 大家 大家 清楚齁 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 來讓真相大白嘛 指證他們嘛 中華民國既然說228 是因為我們不服從你的 他掃射我們 那你知道什麼叫清香嗎 你們聽過嗎 清香 清香是他到各個地方 看你讀書人 偷人 讀書人 老師好長那些 欸 坐著的 又不是抗議啊 他把我們的頭人 就是我們的知識分子都抓走了 在什麼時候 在晚上 每次晚上都會出來抓人 白天那個就不在了 像那個河太太 我小時候很小喔 河太太就跟媽媽開槓了 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還記得很清楚 還說就是 驚人知道喔 他說 啊 我們大伯母就怎麼沒有 就說了 然後就逃聽 我在旁邊就聽 小朋友 有夫沒出就沒聽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 那時候他做媳婦 我還記得人家多久了 那大伯母做好訂 你知道喔 很有身分地位 日治時代 日治時代 好訂就有新聞地位嘛 那一天 他做媳婦 都要來 加了人家家裡 突然看見他的大伯母 像我穿西中 穿西米樓 很早就起來了 他看到他就說 要起來去討論嘛 大伯母 大伯母 你今天要去那早 他們大伯母怎麼跟他說 欸 國民政要出我去開火啦 今天要去坐火車 那我來 兩個早上 那天就出門了 不要再想到 沒想到 昂貴 不知道是明弩還是怎麼樣 他大伯母還要出來 子宮說話的時候 都沒回來 說到馬開工後 對 他大伯喔 那個陶長齁 到現在我一直都沒有回來過 很奇怪齁 不知道是明弩還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啦 但是我覺得做國民黨很惡劣 當然這是我們的悲慘 像日本人當初戰敗的時候很可憐 其實台灣人還是很可憐 你們都是奴隸 只是你現在不知道而已 你會慢慢接觸我們的看法、講法 像我跟妳講說我去澳洲看的時候 哇 看得面色有沒有漏出來 那個禮拜六啊 澳洲人民 我那時候從雪梨港 對面有一個江湖 然後我跟我們弟弟去找他 然後他就開車 回到Toyota Camry 然後去趕他載 遠眺雪梨港 那剛好是禮拜六 你看雪梨港很漂亮喔 他旁邊在secure key 那些secure key要怎麼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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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去澳洲就知道就是那個港口 環狀的 結果一天禮拜六 整個海灣都是小帆船 整個海面都是喔 小帆船出海 他們要出去釣魚 釣魚是澳洲人的國 他們的最受歡迎的運動 他們要出去釣魚耶 你知道嗎 你會嚇一跳說 哇 人的生活是怎麼好 他們都是那種透天的 看他們都拚拚拚拚 啊 當然這樣講有點對 啊 怎麼很不敬啊 但是他們真的很悠閒在生活 那才是人 你知道嗎 啊 我們就沒湯沒湯吃 你知道嗎 啊 哭哭做哭哭吃 像那個電影說 你叫少年怎麼賺兩萬一 你叫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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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賺兩萬幾個 你叫她說 要娶婆 要生的小孩 還要買家 那天花樂壇耶 像台灣管理當局 我看得很窮 幼妻好笑 什麼孩子是什麼 什麼爸爸媽媽寶貝 叫人家鼓勵生育 我們生育是富的嘛 啊 叫人家說 啊 公開什麼廣告 什麼啊 啊 你就搞不變 這個社會制度嘛 啊 把人弄得好的嘛 啊 那個社會 這個 政策改變嘛 啊 這當然 這大家都增加收入 你不想 不去做這個 你應該太重 太空 去無地無地 啊 無那些 啊 自己感覺不敢生小孩 對不對 他就無心管理台灣啦 他只是做表面而已啦 就好像在建設很多 啊 開廚 啊 開公共設施 都圍標 都湯汙嘛 啊 說來 說來 說得很延期 別說這個好了 啊 講回來 我說軍事政府跟這樣 就 他們 有來管台灣啦 啊 台灣就用 親鄉動作把台灣的頭人 給我們一直殘害嘛 然後就是 擺設恐怖嘛 我們可以 透過國際法以後追溯回來 因為國際法 戰爭法 戰爭犯是沒有 追溯期喔 我們 當然有的人 說像有人已經死了嘛 像很多什麼 蓬木器嘛 那裡 那裡二八花洞那些人嘛 欸 有人不知道耶 蓬木器是什麼啦 要記得蓬木器就是 這是 這是 這是那個 欸 怎麼說我告訴你 蓬木 欸欸 藥塞司令 高雄藥塞司令 他就是都來台灣人來去討 那些什麼 陳什麼 我都還不記得了 蓬木器跟陳什麼 那些西菌那些人 其實我們 我們講二八 並不是說要 要 要 要去怎麼 要去給他們二八嘛 因為如果以後民政府 起來以後 換我們台灣當政嘛 因為他 他第二代第三代嘛 對齁 他們會害怕 對吧 但是我是認為說 台灣人不用那麼激烈 也不要 只要說一個真相嘛 那些人 那些人 其實老早就不在了 你知道意思嗎 人早就不在了 你知道意思嗎 你如果 回溯回來啦 因為那個人是 他做兵二十歲嘛 當下 一九四七年 是二十歲 今天多少 今天多少 都七八十歲 都八十幾歲以上嘛 他如果是 指揮 指揮的人的話 都應該是二三十歲以上嘛 八九十歲都不在了嘛 但是就是要一個什麼 要一個真相 其實我們台灣應該就是 要一個真相 因為你為什麼要讀歷史嘛 我說 我們說法理啊 為什麼要讀歷史 為什麼要受教育嘛 就是要讓這個歷史 真相公佈 然後知道這個歷史 然後讓這個歷史 不要再重演嘛 不然你太高了 要做什麼 你要誠實面對啊 要誠實面對這個東西啊 如果他永遠 如果他永遠 就當下 陷害的 等著說二八道歉是誰 不是那個台灣人阿輝伯出來 道歉嘛 他又不是外省級的人 他還知識很高 他們是佔領者 知他很高啊 你說好啦 教科書有在寫二二八嗎 現在又把它改掉了 為一條嘛 但是 有的人喔 有比較 這沒辦法啦 以法理來講 其實這個是要公佈 才是你憑 族群的傷口 並不是說 要追究誰啦 因為那些人也不在了 你也不用說霍元 怪罪他第二代第三代的小孩嘛 對吧 我們是要講你嘛 我們給他二八 我們就 我們就 刻苦民心嘛 那表示說 我們不允許 也不要這樣 我們再給人家 怎麼樣也 也是不對了啊 己所不欲勿施緣嘛 那中國人敢我們敢 但是中國人嘛 很壞 我們還沒說很壞 好像 這有在錄影 為什麼知道嗎 剛才二八 就要說 我們就要忘卻 扶貧傷口啦 對不對 往前看 不要忘卻以前的 憂傷悲傷 跟二八 扶貧 這樣子 但沒有關係啊 如果扶貧就扶貧 但是要公佈真相 都沒有 沒有那誠心誠意 不然我們 說一個 比較白的啦 啊 不要講七七四遍了啦 九一八四遍了 不要講 我們要向前看 我們要扶貧傷口 中國人敢不敢不敢不敢 你跟中國人敢不敢 你跟中國人敢不敢 後來就跟你拚喔 你知道意思嗎 但他們內心深處 他們想法跟 跟他說錯了 把我們拚也不一樣喔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說 每天自己要清楚啊 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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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跟不一樣的人 他自己管而已 啊 你不知道 你知道意思嗎 你不知道 不然另外說 兩個現象嘛 像說我 叫民政務嘛 叫自己來上課啦 還是叫辦新聞政 把台灣吹回來 你為什麼來民政務 上課你知道嗎 最主要特別是要當接收人員 接收人員 當初 阿山他們來的時候 民國三百年來的時候 來接收台灣 他們有帶一千名的接收人員 美國要求中國人 美國要求中國人 來台灣 代為 佔領的時候 他一千個的文官 就是要接收他們的法院 機關 學校 市政務 管政務 鄉公所 政務所 都要接起來 有一個頭 來接 一個象徵意 接收 最名的就是 那個姓聯的 有沒有 接收很多的那個日產 有沒有 我們對他的財產來源 很 很不以為來 那個傢伙啊 他們爸爸就是接收大員 當然以後我們台灣的民政務 不可以這樣搞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 民政務規定 台灣就是 民政務人員四千名 唯一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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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在前面 你怎麼不跟你講 我先講 死刑 好 我講回來 因為接收 你們就是接收 來這邊上課 就當民政府的 民政府就是要去接收 各個大 你那些人的志向 會做什麼 就是整個政府會重組 你的去那個政府 會去管那個地方 做 做最高的行政人員 你監督他們做 叫他們怎麼做 民政務下令 下一個命令給你 請明天開始 開始辦身份證 在附贈事務所 你關民政 關 社會局的人 你就要去監督他們 有沒有在辦 民政務身份證的業務 不是要去叫你去做那個業務 你去做相公守護陣地震 你辦輸他們 你們的學歷不一定會贏他們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們有的還要有 經過補考高考 他們能力很強 但是你不是跟他們比學歷比能力 你們是比所忠誠度 你來監督他們做工作 加上去辦新聞政辦地震 你不會辦 有的辦幾十年了你知道嗎 有的有的小姐剛才相公守的 他辦得這麼熟悉的 你還要跟他比平 你是要去做什麼 你是要去那裡接收 你是看他們工作 你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你就是做頭 然後叫那個局長做 整個社會民 整個台灣的機關 就會跟著方式做這個動作 整個台灣就會扭轉起來 就改炒飯袋了 就會改炒飯袋 你們是結束人員 你們有這個榮幸 也很好運 我等了兩年多 現在還在等 你們也快成功了 恭喜大家 講到接收人員 講到這個改炒飯袋 我就想到說 剛剛不是說要辦身分證 對吧 辦身分證很重要 我跟你們說 是怎麼辦身分證很重要 自己要辦 回去快辦 你都沒有辦 剛剛都沒有人去所 因為 改炒飯袋都有很多表徵 就說主權 象徵 國旗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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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東西要換 什麼東西 很重要 因為是 其實是 自己比較重要 對 答對了 明朝的人 明朝王 清朝會用明朝的錢嗎 不可以 我們現在用的是什麼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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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以前有什麼? 有救台幣嘛 對啊,救台幣什麼意思? 沒錢嘛,對對對 哦,自己都... 公佈自己家出來了 救台幣沒錢 改朝販代嘛 民眾上台是九朝販代嘛 我們錢也會換喔 我們不會用心台幣了 鄉親啊 他四萬塊一塊,你知道嗎? 你有聽過嗎? 四萬塊一塊,你不要聽過嗎? 因為新台幣跟舊台幣之間 換對換是四萬塊比一塊 你四萬塊的舊台幣 要換新台幣就是一塊 欸,我小時候齁 那錢... 四萬塊很大圓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些都算鎂鎂鎂鎂鎂 去...那個什麼? 那一塊... 那一塊...那兩塊半 那兩角半,你知道嗎? 那一塊公車是兩塊半 兩塊...一塊米差不多兩塊半 對啊,那時候錢這樣而已 我六十幾年,開國小的時候 啊... 七十...七年七八年 那時候一間公佈差不多八九十萬而已 啊... 八九十萬而已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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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年... 三十六、三十七年 把我們換新台幣四萬塊 四萬塊都買錢 你比你回來算 四萬塊都買錢 那自己... 四萬塊都買了就是什麼 自己都不是均負 是自己都均貧 那不一定你下四萬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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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副總統聽說要四十塊一塊啦 四十塊是新台幣 我們的印象、我們的新錢 鎮台幣以後我們叫做鎮台幣 美國人就說這個就是轉型正義 他把我們把錢放過來 我們要放回來 為什麼能放 這個有法源 等一下我會講 換過來他 他把錢放回來 大家就賓軍 台灣官員總共就好 就關台灣 因為他就穿抄的 拿著當地 吐一隻穿 人家說要夾一個什麼 兩腳開夾一個就來了 他也沒帶土地了 你知道意思嗎 為什麼要關台灣 台灣人自己都好 因為日本管 基礎建設什麼都很好的 那波多保達還有一年三收的稻米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那時候 那時間點很進步 大家都打過車 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以上 台灣那個日治值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以上 都有讀書 中華民國是沒有 很多都不忘記 所以那些不忘記 都不忘記 都做老師館長 不忘記 他要打車 就去文館傳 會用去打車 所以很多我們讀到 很多人都讀到 那有的 那有的 那我講的話就疼了 你嚇他講要加多 哇 三個五月 很可能 很多人都讀到 你跟他學國語 你不要說日本語 那時候台灣人就 講台語跟日本語兩種而已 他們來叫我們說國語 那有老師 老師會叫你加 你知道嗎 那個學國語有得很難 我記得我老師 那岩茂 那老師很怕的 數學老師 他就說不聽 不過他們都說得很含蓄 你們不認真讀書 以後很慘 像我以前很辛苦 說一堆 說到以前 我要學國語 要教你們 你們怎麼說得到 就有存檔了 那就是那時候 日日時代的老師 他們強迫他們都在講什麼 講國語 他們就這樣 驚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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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你也後過了 不然你沒有存檔 他們就沒有職業 對吧 這個就是 時代上的轉變 你知道嗎 我們 歷史會再重演 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 今年會發生 這是說 美國人承諾我們 要給我們轉型正義 我們會把這個錢再換來一遍 我們換新台幣 把新台幣換掉 我們因為那些是 美國的 我們不是美國人 最後還是美國的 軍事政府的決定 匯率是多少 以後還不知道 但是 美國承諾 如果你可以證明 你是台灣人 會給你轉型正義 你的放的錢 比例會很好 我用你這樣說而已 很好 所以說 怎麼 辦新法選人 我勾你的這世人貪的錢,趕快去辦身份證 民眾有很多的退休軍公教人員 他請了民眾身份證,其實也不影響他的退休的錢 也不影響他的生活 你也是看老保、看健保,OK 所以趕快換,因為快到了,購財 說到改台灣代,台灣近代有兩個合約 就是官條約,你本人說下官條約 他在下官簽的,正確應該講下官條約 因為條約作為在巴黎合約,就是在巴黎簽的 法證公約,法證簽的 下官條約,清條跟日本的法證簽、法輸 就在下官,日本的下官簽一個合約 是下官條約,我們說的也是官條約 在下官條約裡面,日本跟清、大清跟大日本 一年發生戰爭,然後結束戰爭,寫一個合約 就是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 他們是地製國家 地製國家的頭,講了算 奉地 日本是伊藤博文,中國清條,不能說中國,我們說清條 中國是統稱,是他們的統戰 要說清,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是那個,曾國藩 那兩個,下官條約定好以後,不算數 他們兩個都沒有,這塊台灣的主權 他們要交換合約,拿回自己的國家 大清的皇帝蓋玉璽,日本皇帝蓋玉璽 蓋了以後,交換回來,才算數 喔,李鴻章喔,啊,李鴻章啦 不是中國藩啦,李鴻章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很誇張 阿今天,他們兩個蓋章以後 才完成這個合約的成立 因為他們都有 他們都有,他們都有什麼 真正的決定錢 決定錢,你知道意思嗎 台灣啦 這個合約去鑑定一個問題啦 你自己放空想一下 我大清帝國把我土地 給了大日本帝國皇帝 表情什麼 因為日本人 日本人承認清帝國 清帝國有台灣 所以他才能給我嘛 像變那樣的意思 這樣清帝國也承認說 我已經把這個土地 我有,但是我已經給了日本帝國的皇帝 互相有承認喔 所以這個合約 表彰什麼 表示說 今天台灣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並不是 大清帝國的 要租款什麼人 這樣而已 但是,真的 清帝國有 台灣真正的主權嗎? 統一主權嗎?沒有 清朝的皇帝 清朝的皇帝 並沒有真正 建立起台灣的主權喔 因為齁 牡丹寺事件就可以描構出來 欸?牡丹寺事件 我講一下好了 牡丹寺事件 高殺族還是拼捕族我忘記了 牡丹寺的人 看著有外族來了 就把他殺死 殺死後 還剩幾個人就逃出來 去拼捕族的漢人喔 拼捕族的人 在台灣以後 日本國家很生氣 阿我的人民 招數海難 走去台灣 阿你中國人 沒幫我接待 還幫我抬死 就質問中國人 阿你怎麼會這樣 阿就有中國人回答什麼 那邊是 他說 那邊是貨外之地 會有管 會有管轄 阿你怎麼 你要怎麼 處置西村尊便 欸? 中國人這樣回答 喔這個是有證據 這證據表示什麼 台灣齁 完全的主權齁 沒有沒有在親帝國統一 建立起來 因為他在 住在台灣的人 有一部分的地方 他沒辦法管 千帝國沒辦法管 所以我們在看電影 塞德克巴來有沒有 開始電影演的時候 是不是 在日本軍 開來台灣 可是 不服從嘛 高砂主說 奇怪 阿我的土地 你如果說什麼 哥人阿 阿哥人 想說你賣家 你的家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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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你懂什麼 你懂什麼 搞最後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日本人說 奇怪 這什麼狀況 就這樣不是台灣 我們會 全家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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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一樣 奇怪 怎麼 那些高砂主不服從我們的領導 台灣是我們的 我們日本天王的 就發生 塞德克巴來 就出衝突了 結果 又是什麼 日本人去問國際戰爭法那些開會 有一個美國參試 有跟他說 這個很像我那個 美國 美國遇到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說 他們是 他們原住民 他們是一部落 他在日本人說 他們是原住民 但是他是各個部落 部落部落 沒有統一的主權建立起來 自己沒有信仰 不遵從一個人的號令 所以他只是部落 部落的話 這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征服他們 征服 所以日本人有什麼 也發生塞德克巴來 他就從台北 基隆那邊一直打 打 打到有的 要買他主 像過兒子 服從 你看塞德克巴來 打到第一集 快要結束是不是 那些人都 升日本國際 有日本警察 他都要說日本話 給日本學校 去送日本學校 聽日本警察會 對吧 那變什麼 那是什麼意思 大家看這個國際 升這個國際 全部的台灣島 不管是升班 手班 平地班 平地三包 全部都聽一個人的話 日本 效忠日本天王 看他的國旗 升他的國旗 所以國際上 國際法規定 看法就是從那個時候 才建立真正的台灣 統一的主權 是在誰的手底下完成 是在日本天王 完成這個動作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國際法規定 甚至承認什麼 他在九國的財經協定 財經協定 財是 撿財 財檢的財 財經 軍力 財檢軍力的協定 九個國家 就是世界上最強的 那個時間點 第二次 之前 是有五十幾個國家 他們九個國家很強 他們規定說 你軍隊要多少 你的戰艦要幾萬噸以內 規定也要規定 規定美國人 你的戰艦能幾萬噸 日本人 俄國人 英國人 你的戰艦要幾萬噸 都用採檢軍力的協定 他在協定裡面 有承認 日本擁有台灣 而且他有建立完全的主權 各個國家都有簽合約 剛才是說 我下官的日本跟全國 都有互相簽 他各個國家有簽這個合約 表示什麼 民文 他那邊有寫 日本的領土裡面有 就有寫台灣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的主權 跟他也有建立起來 各國都有承認 我們就知道台灣主權 一台建立 台灣主權 現在是 日本天王 當然 近代有發聲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就是戰艦 戰艦結束就是要下一個合約 每次的戰艦都要下合約 下合約就是下什麼 現在 舊金山合約 國民黨沒有人打的 舊金山合約也是決定 台灣的一些命運 很重要 就像現在的爭議點 舊金山合約有寫說 台灣 日本放棄台灣 有這樣寫嘛 我們價錢也是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 是在哪裡寫的 就是在舊金山合約寫的 但是在舊金山合約寫 關於台灣的事情 有三項很重要 有三項很重要 不是甘 第一項 第二條是米 日本放棄台灣的主權 權利 主權 主權的那個 抬頭跟虧眼 宣有權 為什麼 不是為什麼 那個 還有什麼 因為我們一直說 我們都驚台灣人 我們都不太 不太講法理 被中國人交壞了 因為我們說舊金山合約 第一條 日本政府放棄 因為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她是地質國家 國家是國家 政府是政府 像我們英國的女王 她有很多的國家 她有澳洲的主權 她有 紐西蘭 她有加拿大 以前甚至還有印度 你們知道嗎 他們都是大英國寫 大英國寫 紐西蘭以前是原住民 英國人派 他派總督去灌 殖民地 但是他用真無什麼 告訴大家 服從英國女王 建立主權 所以說 其實澳洲 永西蘭 那些 建立主權 用準是英國女王 英國皇制 女王是都一代一代傳下來 黃都傳下來 對嗎 傳下來以後 就是派個總督出去 不是英國的首相 也不是英國國位 派總督 是英國的皇 派個總督到 他就叫 紐西蘭 去做總督 然後他 這個總督就 組織一個政府 管紐西蘭 管澳洲 管加拿大 所以一個國家的王 他有好幾個政府 好幾個政府 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觀念 我們沒有建議 像澳洲 他們 他們選出總理 他們是高度自治 他們沒有獨立 因為他們沒有土地的主權 因為土地主權在英國女王的手上 建議 在英國女王手上建議的 現在也還是 像我去澳洲 他們那個修衛期 國會山莊 我去看 他們有那個大的廳堂 畫個那個女王像 就是說紀念那個 英國女王來澳洲 簽 簽那個合約 就是說讓澳洲高度自治 怎樣怎樣 然後另外一張合約 就是澳洲宣佈 他們說加入大英國寫怎樣怎樣 就有很多 就有寫合約 就 那個房間就暗暗的 那燈光沒有很亮 暗暗的 那他寫合約 我親自看到那個合約是 好像羊皮毛寫的 因為我沒什麼辦法 我沒什麼投票 要看他 然後問他 他說 他就說 宣佈加入大英國寫 有什麼權利義務 下下下下 他就是變成他高度自治 高度就是說 澳洲 他們 人民 選出 一票一票選出他們的澳洲總理 但是澳洲總理 並沒有說 因為宣佈當選以後 他就 就任了 沒有 澳洲總理還做一件事情 他擺進漢宮 英國國王的皇宮 去給他遞就任國書 不是去國會 不是去首相官邸 他直接到英國女王的地方 然後給他宣布就任 請你允許我管理澳洲 英國女王一定說OK 因為合約都有寫的 然後他就給他OK 得到允許 他就飛回到澳洲 然後管理澳洲的私募人民 澳洲在聯合國有席次 全世界也承認他是一個國家 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們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都認為台灣要獨立 台灣要怎樣怎樣 我們要重溫聯合國才可以 那是錯誤的 那是錯誤的 在第二次聯合國成立的時候 喔 著名自覺 因為那個新加五十幾個國家 因為著名自覺 然後移民 那個殖民地慢慢的就獨立出來 今天發展已經兩百多個國家 兩百九十幾個國家 就是著名自覺這個東西 因為是殖民地 所以有的是因為無地主 但是台灣不是無地主喔 台灣剛剛講說 塞德跟他有什麼事情 台灣這塊土地已經有地主 是在日本天王用正方式 就是全部的台灣的土地上這個人民 所有的人都尊奉一個人 日本天王 所以就號令他 所以這台灣變成是 主權獨立建立在他們 他是 這個土地是他的 是風地的 日本風地的 所以我們要獨立 我們要找他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要醒起來 台灣不是無地主 日本放棄台灣 我們 土地也不是日本政府的 日本 我剛剛講的 講得很清楚 香港有好幾個 可以有好幾個政府嘛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說 政府只擁有管轄權 是日本政府放棄管轄權 並不是皇帝放棄 如果皇帝放棄 皇帝要蓋預期 大家就承認喔 但是 從來沒有提醒說 要怎樣 要處罰 還是要賠償 還是說 日本 他的 皇帝要放棄 台灣 沒有 是日本放棄他的管轄權 管台灣 日本政府沒有管台灣 日本政府沒有管台灣 日本政府 就算我們回去日本 大日本帝國以後 日本政府也不能管我們 為什麼 因為在舊金山合約可以寫 有寫說 他放棄我們的管轄權 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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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帝就變黃帝管我們而已 大概又派個總督 但是 以現在的民主社會 這個氣氛 不可能他直接派 變成說 我們要跟日本 我們要跟日本 是當年 變成說 我們自己選 選自己的 像總統 還是總理 還是後來我們的首相 選出來 他去 供奉 然後去請 天皇 給他救人 然後回來 就是我們管自己 我們高度自治 然後 我們也可以去年齡國 申請一個國家 然後跟日本是邦聯 這是百萬獎後出路 民主黨也是要走這樣的路 就跟澳洲 紐西人一樣 都是有個席次 然後我們自己管自己 跟日本是邦聯 如果邦聯就好像說澳洲 澳洲來印度他們 你不要看印度阿山這樣 他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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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職業 他的律師 他的醫生 他的什麼 都互相有來 你知道嗎 他也會去澳洲職業 他也會來 非洲職業 他也會來 屬地 英國職業 所以我們跟日本 覺得當年很好 我們暫停區 我們暫停區 我們不用當兵 不用繳稅 不用繳稅 說 啊 地方稅要 但是這個 外公就很好 但是 但是以後我們 台灣變得很好 我們就是說 以後我們 未來的遠景是非常好 只是 只是說 現任我們就要成功 美國 願意把這些 當然我覺得美國是 民主制的國家 他也會講信用 他也會講信用 他也會向民主黨答應 確實 慢慢往這個方向 一直在前進 有時候快 有時候慢 大家 因為是國家大事 各個國家都要講好 所以我們就要 忍耐一下 並沒有說 很多事情 不是一處可乘 有時候 有時候 民主黨 開大門 其實我看很多的人 有來 那也有 看了 有的離開了 有的前輩也離開了 也很多 因為有的等不及 就說 我繼續拚經濟 就是因為國民黨 管理我們 就有一個講師他講 我很認同 他說 人 人有三種 一個是野獸系最多的 三長九百就好了 你知道嗎 三長九百 這個就是什麼 有那個思考的模式 你叫他做什麼事情 你沒有說要怎麼做 沒有說什麼方法 但是他會去思考 去想 去把它完成 那是第二類人 第三類人最高級 他有理想 他有高瞻原著的抱負 他會想辦法去把它實現 你們就是大概 就是第二類跟第三類的人 會來這裡的人 你如果我拚經濟 沒錢沒錢 那些人就吃飽就好 顧飽就好 那就不會來這裡 其實很多人都是第二類 在這邊都是第二類 第三類 第二類跟第一類的人 但第三類很少 當然也有為了錢 但是也是會 久了 因為我們等不到 他會離開 都會有 所以我們找四千名接收人員 找得很辛苦 好 好 那繼續講回來 欸 我剛剛好像有講到錢 怎麼換嘛 中華民國 很多說虛無票 都把我們教科書 說228事變 像我小時候說228 還是怎樣 想我們不要再說228 我是說我爸爸媽媽小時候說 說什麼 說什麼小學 就這樣 我就挑個774變 挑個918 哪有什麼228 老闆老闆是在說什麼 說什麼 說什麼 對不對 因為 因為 好老師不教 但是老師是中華民國的老師 他教什麼 教科書 中華民國教科書 你知道嗎 所以說他教你 他要跟你騙你也不知道 你也接收 你從小就接收 大部分 年輕人 都跟我說 接收 他接收他們 講這個 他講大便箱的 搞不好我們弄個大便箱的 當然現實是錯的 我是說的比較極端 但是 有的是積非城市 像說 很簡單 中華民國是 流氓政府 自己人動 來這裡的人 有人動 這句話 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 有人動 你如果沒有人動 沒關係 不然我們說 他是外人政權 你也會接收 好 外來的意思是 不是本來 本來在這邊倒 外來嘛 外來 不是本來 一家的東西 既然不是外來 不僅管我們董事 他們的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是外來的 也是外來的 可是他以這部憲法 在管台灣 合理嗎 其實不合理 這個法案不是 我們這裡產生的 不合理 甚至說 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 不要是說 我們 顧名 顧名思義 流氓就是說 他離開他的國土 來到別的地方 生存就是 流氓政府 如果他要再 復活 就是要回到他 要顧有領土 對吧 如果我說 你們也認同 他是外來的政府 也是流氓政府 外來的政權 流氓政府 好 那你自己聽清楚 這是什麼 中華民國沒有台灣這塊的土地 所以是流氓政府 對吧 對嗎 因為他沒有土地 沒有我們台灣主管不是他的 所以他就是流氓政府 那那邊也說 很多人說 他是流氓政府 好 重點來 他既然沒有台灣這塊土地的所有權 他怎麼可以有這個 這個 他怎麼可以把 生長在台灣這塊人民 變更國籍 成為他的人民 成為他的人民 對吧 是不是這樣 這土地不是他的 他就私自把這個土地的人民 這不是他土地 這土地的人民也不是他的 那他怎麼把我們變更國籍 變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國際性是死的 不承認 有人說民國 日暗民暗的民 中華民國 他是民國 是沒有 所以是沒有合理 你們自己 我說得比較慢 真的跟你說 要記住 他們沒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他 不可以把台灣的民 本土台灣人 變成他的國民 因為高壓統治 白色恐怖 所以自己怕 他不可以把台灣的民 強迫變更 我們不敢反抗 我們要跟美國人說 我們要 變更我們原來的國籍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你們知道意思嗎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就說 我高雄 我要高雄國 你說什麼高雄國 我要去台中國 台灣同樣 你聽我的意思嗎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美國人跟我們說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什麼意思 一定是別的國家的土地 我們是什麼人的土地 日本啊 這卻是想日本天皇的土地 對嗎 地製國家 日本應該是地製喔 不是 不是 不是日本 日本喔 兩兵變成說 日本兩年就變成說 他們的國會 跟他們的首相 決定台灣的 台灣的前途 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政策 沒有 他們不行喔 你知道意思嗎 一個前途天皇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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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謾 σ 咦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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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民為什麼來的 你知道嗎 日本說人的黃民 日本的國民不是黃民 其實我們是兵人高一級 我們要釐清很多的狀況 我說給你們聽 這個明治時代 那個時間點 我們有一個明治憲法 他們戰敗以後就變成怎樣 戰敗以後就簽一個條約 麥克斯有寫一個憲法給他修改 就是那個和平憲法 和平憲法是怎麼成立的 和平憲法是麥克斯給他介意 首相跟那個承給天皇 天皇跟簽名下召書承認他 然後頒布和平憲法 所以今天新生代 日本人出生以後 他是在那個和平憲法下 變成日本的國家的國民 變成國民 你知道嗎 他是因為天皇下個招書承認和平憲法 和平憲法然後在成以後 然後他在和平憲法之下 然後成 然後再變成日本國的國民 他是三級 他們不受皇民 我們是 為什麼 因為日本天皇在1945年 4月1號 4月1號 請你忘了余恩姐那個東西 4月1號 頒布說 下召令直接說 把台灣人民 歸為 歸為那個什麼 他的 子民 是直接下 用招書 讓台灣人民變為 他的人民 黃民 是 兩級 就是直接用招書 說是我們是國家的 大日本帝國的 人民 黃民 黃帝的人民 他今天 日本共民是 他下招書承認 這個和平憲法 是和平憲法 和平憲法 和平憲法 變成國民 所以他們三級 我們是兩級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是黃民 其實我們位階比較高 這樣 因為今天習慣跟那個 大概就是講到這裡 當然這初級班 希望你們有這個機會 再來三高級班 今天就到此 講到這裡 謝謝你們 謝謝